The sky is the limit 天空将是它的天花吧 用我的技术分析助力您的投资交易 欢迎观看本期 杭哥新加坡每日股评讯息 我是杭哥 新加坡汇利证券的股票经济 今天新加坡的股票 整体投资热情不高 没有很强的股票引领市场 或多或少是受到昨晚美股的影响 那海峡时报指出只是微涨 那看STI这一波的上涨 最近可能会面临颓势 因为下周一新展银行即将XD股息 那周一股价按理说 会有一波下跌的调整 按照这支银行股在指数中的权重 对海峡时报指数的影响会比较大 所以投资STI ETF的客户 要注意回撤风险 说起DBS股息 因为本周五是公共假期 如果客户想要拿到美股 九毛二股息的话 那明天是最后一天可以买入该股票 并持有到下周一 就有资格在4月21日收到这个股息 那目前三大银行的股价 所对应的股息回报率 请参照下表 收益率还是不错的 那今天的视频就这样 好了今天就讲这么多股票 如果您喜欢我的分享 希望您能帮我点赞收藏和转发 这个频道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要开股票账号 并想收到我的第一手的股票提醒 欢迎WhatsApp 或者通过YouTube视频下方的链接 填写Google Form 联系我 这个链接在我的TikTok个人主页也能找到 关注韩哥 韩哥新加坡每日股评 用我的技术分析 助力您的投资交易 咱们下期见 拜拜